因为看起来现在提名时辰好像又延后了 你认为这对你有影响吗? 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的规格就是当作我已经被提名 所以严格来讲提名时辰不管是什么时候 对我的影响是零 因为我该有的所有的竞选的一些准备会全力以赴 事实上就像说我辞掉了台北市议员 就我所知大概35年前曾经有人辞掉议员去选县市长 那是陈水扁 那我等于是这40年来的第二人 那这就是一个决心的展现 也是同时告诉大家说 我现在会是用已被提名的这样的一个心情 来专注的打一场市长的选举 那包括我们的竞选的行动竞选总部跟竞选发言人 事实上也是等于是先就是用已经被提名的心情 已经被提名的规格来去打这场选担 所以当然我觉得国民党在提名时辰上 可能会有很多的一些要考量的一些为难 那需要一点时间 那我也希望说大家给国民党中央多一点点的思考的时间 但是个人就是全力以赴 我觉得要做什么就把做什么的事情 目标定于当下做好 我现在只有一个目标 就是选赢桃园市长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